大家好 我是Sharon 綠絲韻 Ms. Look 大家都叫我做 大家認識我都是2005年的香港小姐亞軍 但其實我在這個圈裡只是短短四年間的時間 接著去了哪裏呢 其實我去了做一些貿易工作 開了一間公司 做了一個短短的時間 之後又跳了去另一個範疇 就是做了自己的一間小小護膚品的一間公司 當初就是未有自己品牌 先做代理 引申到大概2017年左右 就擁有了我自己的品牌 一路一路這樣做到現在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整個第一次的創業過程 都經歷了很深刻的一個挫敗 對我來說 因為第一次創業 甚麼都會覺得我要做到最好的 做到最漂亮的 最盡善盡美的 例如請人都未必一定是需要請這麼多人 首先就把錢全部推進去請人 租一個很漂亮的辦公室 不是很懂得去管理 還有第一次創業我是有拍檔的 但是面對的事情是很不同的 我要面對客人 我要面對廠家 因為做貿易 也要面對著一些會計上的問題 Reaches那時候最重心就是 不斷看產品和不斷顧客戶 我就沒有把重心放在那條數目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我在整個過程裡領略到的東西 就是原來商師是很重要的 甚麼呢 是會計師和律師兩樣東西都很重要 當然這個經歷可能是給我一個教訓來的 我覺得做生意這件事 沒有說贏的 但是你從中吸取到的經驗 我覺得是一個成長的一部分 至於你說經歷了這個挫敗之後 有沒有對自己削弱了自己的信心呢 或者其實那時候會不會想著 算了 做完一次就算了 還是說不是 我要再衝 我完全是空白了 跌倒了之後 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的自信心 跌到低谷柱 覺得為何自己會這麼蠢 為何會做過這樣的決定 這個選擇 人有時去到一些位置 你會被勝利衝分頭腦 也都會覺得 每個人都好像很吹捧你的時候 有些事情是別人的叮捉你是聽不到的 即是好像我們家自己本身都是做生意 做制衣方面 其實爸爸當時都給了很多提示 但不知為何聽不入耳 也都不會得到一些領略性的啟發 就是覺得自己的東西是最適合的 這個是我整個生意過程裡面 我覺得原來聆聽別人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自己的路只是你自己走 用你自己的目光去看 如果很多前輩或朋友 他們走過的路告訴你 你吸收了他們的經驗 再融合你自己的路 你這樣才會覺得 原來我不是只是A和B和C 你是有A1、A2、A3 然後B1、B2、B3這樣走的路 你才可以覺得 那一刻究竟你走哪條路 才是最正確的 沒有說一定是對還是錯 怎樣去選擇這條路很重要 其實第一次的失敗之後 距離第二次的創業 大概都成九個月至一年 這段時間我是沒有怎樣見人 因為很大的挫敗感 也都覺得好像自己不是那方面的材料 那為何又會再創業呢 第二次 我覺得自己不是那方面的材料 我經常覺得我最厲害的是 好像坐第二把交椅是最厲害的 因為不知是否自己都覺得自己是女性的問題 有時在決策上都會很容易受到影響 情緒 有時女士的確某程度上 會跟男生比較的決策力上 會容易受波動一點 我覺得我是可以 我覺得我可以處理到這件事 但是我當時有些是想自己 是否自己不太適合做老闆 但我有另一件事 我是比較好性 我經常覺得 為何別人得我不行呢 就是因為這件事 慢慢出來多些 要挑戰這件事 因為當時我跌倒的時候 是三十二、三歲 其實很年輕 那我沒理由三十二、三歲就算了 不再來過 而且在這個跌倒的過程中 學到很多東西 如何找廠 其實真的不懂得發電郵去找客人 開始認識 和廠如何接合 如何在廠中 找一些適合你公司去發展的東西 很多很多細味的東西 我覺得不要浪費了它 但是未知是哪個行業 那時候就想 究竟做甚麼好呢 我打算做珠寶設計 其實真的 有一天真的看著鏡子 全身鏡子 站著看著自己 覺得自己其實沒有甚麼時代 即是覺得自己的能力 好像未到 還有讀珠寶設計 原來要花費很多錢 原來要花費很多錢 所以就打燒了這個鏡頭 想一下究竟做甚麼好呢 女生喜歡扮漂亮 其實護膚品這方面 我之前有做過空中服務員 都到處可以搜羅很多不同地方的東西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可能又是另一個契機 不如試一下 初一開始我是飛去日本 去找一些廠 再找他們所謂的厚欄 厚欄的意思就是 他們未出過口 又或者是一些 沒甚麼人訂 未出過口 在香港的貨 那我去找那些產品 為甚麼要找這些產品 是因為 如果大部分人已經出過口的產品 我做不到的 因為我是小公司 我是 量不夠 別人也不想批給你 這個經歷了很多的波折 而且我初一開始去別人的廠 他都不太歡迎 因為我就這樣發表給他 我當時重新開立那間公司 其實他都不太看 還有可能日本人做事的方式 會比較謹慎 各樣內斂 我唯有發表表 寫我自己的背景 因為我沒有背景 沒有東西好寫 沒有類似的背景 我寫 其實我是香港小姐 我有拍過電視節目 跟日本很有淵源 我也覺得有點面目 但是沒有辦法 怎樣打開這個話題 唯有寫這些 誰知他看完之後 他就回覆得很快 可能是 因為我在最後那裡有寫 其實你上網也看到我的新聞 可能他真的搜尋過 他都覺得有興趣 很有趣 然後邀請了我去日本廠做一個參觀 是這樣去開始 其實是 開始這個美容事業 我真是單人匹馬 沒有特別好心的 在美容方面的知識 後來我公讀了一些課程 什麼都不懂 日文也不懂 都是從頭開始 始終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你要試要開始了 你不開始 是沒有那個機會 就算你要中六合彩 你也要去買 我經常覺得這個是很適合 一定要你先去試 先不要管 不要給那麼多藉口自己 那時候低潮的信念 直接把自己打進一個地獄裡 覺得好像有一陣子 會覺得自己做什麼都不成 那時候已經過了30歲 覺得為什麼還要家人擔心 這個是令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而且好像沒有好好規劃自己的未來 不想家人擔心 那時候花了九個月一年的時間 其實就是躲在爸爸的公司 因為我們自己做制衣 我爸爸始終都是做一些生意 會有他的想法 那時候我就開始聽爸爸說話 他那段時間就叫我回公司 就幫他看一些數 誰都不要去了 那個時間就是被我在沉澱 我每天就是回公司 真的朝九晚六 看數 打單 做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但是呢 做了半年後 我自信心還沒回來的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我做這些事情 不是我想要的事情 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不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避免過我家人的事業 因為我對制衣可能沒有興趣 還有制衣對我來說是很複雜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 但是不是我最終的一個事業 後來為什麼會出來多一些 是幕前也會出來多一些 是有一個朋友林柏熙 他就找我做一個舞台劇 我都在想怎樣去面對 因為當時也有很多新聞 很多東西 上了公司 那些事情 我都很難面對 但是我也是跟自己說 我都要出來 現在有第一步要走出來 既然是舞台劇 舞台劇那時候也未太成行 不會說很多人去看 那我覺得不如 就試試在這個 沒什麼著眼點的 一個幕前工作 再走出來 這個就是我肯走出來 再做回自己一個護膚品事業的 那個觸發點 其實家裡給了很多支持我 基本上是我沒有好好利用 我覺得 因為爸爸一路上都是給我很多提示 只不過是我很好勝 我又很任性不聽 有的 如果你說家裡的影響 是不是很令我很想做生意 我覺得擁有自己的事業 是 我覺得人生是必須的 還有我覺得這個擁有 我是希望可以自己掌握的 其實娛樂圈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事業 但是有些事情 我可能未必能夠 是我自己去掌握 娛樂圈有趣的是 譬如說你講話很厲害 你未必可以是 真是做一個很出色的MC 為什麼 因為機會是需要別人去給你 很多人為也好 天時地理人和也好 影響比較大一點 你說做生意是否沒有影響 不是的 都是天時地理人和 將單跌不跌落你 都是靠天時地理人和 但是我覺得可以掌握的東西 我覺得會多一點 會容易一點 好像感覺舒服一點 還有那件事真的我擁有 幕前或選美的有名銜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起步點 例如我剛才說找廠的時候 我就推銷自己說是香港小姐 他都會容易接我 就算我見廠方也好見客也好 他們聽到這個名字 或者你是藝人的時候 他們會起碼多看你兩眼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不怕找你不懂 因為你比他更害怕 你又不會拖他掃 你的產品又必定保證質素 客人會對你信心大了 因為你是藝人 你會保住這個名節 廠又不會怕你 我一定找到你 你不會拖我掃 這個是他們會容易和我們聊天的 一方面 但是雙負雙成一個套餐 你的東西千萬不要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就將它一變成十萬那麼大 所以這也是某方面的壓力 但是我覺得是 你有權利必有義務 但是你說是否優勢 我覺得是一個優勢 建立個人品牌 我初初建立的時候 沒有覺得那麼難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路 一個品牌 如果你要別人說得出 你的品牌是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品牌 其實是炭酸面膜很出名 或者是我的忌廉很出名 我想你要花五年的時間 去建立這個品牌 拿人知道你的品牌 究竟是出洗潔精 你是出污浴露 還是出面膜 這五年裡 你的投資是很大的 因為你要做很多測試 你要做很多市場 所有的支持都是你去做 然後你再散步下去 給你的代理商 你的代理商 各樣各樣的 這個重擔在你那裡了 如果你簡單地做過代理 很多後面會支持你 那品牌我覺得 一定要有自己獨特之處 還有品牌通常 我們是一系列的產品 裡面一定是有一隻 或最終兩隻 是你最主要的產品 總之人家說的產品 就是記得 我的炭酸面膜 或者是那種產品 一定是有這個重點給別人 不是說你沒有其他產品 但是最重心一定有這個 而且永遠我們都會問 為什麼別人不用A品牌 要用道理 道理這隻品牌 一定這個解釋 是你自己心裡有個答案 還有品牌故事是很重要 告訴別人 你的品牌有什麼理念 這個好像人家釘 釘進去別人的心裡 令到別人對你的品牌有印象 其實我開設自己的品牌 那個契機很好笑 是我被人氣壞 因為當初我做代理 我覺得很好 不用花太多的錢 又有很多後強支持我 因為起碼我不用印東西 你有些測試 我不用那麼大壓力 但我就幫一個品牌 在香港做一個活動 就要邀請一些 顏色、藝術、嘉賓 我一定是送些相片給別人 我就問日本那邊廠 拿些相片 另外我做代理那間廠 他就說 好啊 然後加上連結帳 把單聲給我 因為我之前做貿易 我貿易很多時候 跟內地廠拿版的時候 是不用錢的 然後你今天拿 第二天就已經送到你門口 他們很想給多些版本 因為你是幫他們 去宣傳他的產品 應該是很歡迎這件事 但可能因為 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他們都有他們的一套 日本那方面 就會是比較 有他們的處理方式 就是要收錢的相片 然後我就很生氣 為什麼我在這裡做開芳牛 這個品牌 我可能只是幫你做兩年 你這些都不支持我呢 其實自從那次搞完那個活動 很成功的活動 但搞完那個活動之後 我就覺得 我不應該再做代理 我不想 照顧別人的小朋友 然後 他要拿走那個小朋友 我一直想 我小朋友要吃奶 我說 可不可以支持我少少奶粉錢 他都要收我錢 我覺得我不想這樣 我想自己生我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才做了我自己的品牌 日本人做事 他有他們好的一面 就是很謹慎 他不想錯 他為什麼敷得這麼慢 是因為他不想覆錯你的 即是覆了A價錢 他就A價錢 但有個問題 我們可能 我們一貫的香港人 或者是中國人 我們的模式是快 目標性 變成了 那個模式上 我們都磨合了很久 和日本那邊 其實很轉折 很有趣 最初我是網上開始的 做個代理 然後開了個 那時未好普及開網站的時候 我就開了個網站 然後 真的自己去上載一些照片 搞這件 搞那件 我是一個電腦白癡 是不太懂這些 但我有時間 我就摸一下做一下 那時開始就是網上 覺得做一下網上 我是好勝的 因為我又想 網上 我看不到那些客人 我又很想開門市 但是門市 也有個問題 因為門市有很多限制 譬如說 去商場鋪 去燈油火納 又要幾點鐘關門 好像很不敏感 後來我沒有開門市 是開了一個沉熱室 我覺得沉熱室是可以 補充到幾點 就是可以做到 他們上來買東西 散客可以上來選擇貨 做了一點點零售 我批發的客戶 也可以上來 我們有見面 room 我們可以談一些批發的事情 廠家也可以過來探訪我們 然後我們在那裡談 我究竟有些甚麼可以在你那裡做 設計上的 可能上來開會 我覺得這個地方 會更加實際一點 在我當時的時候 就是門市 我就說 不如在陳列室開了之後 看看穩定了 才想到門市 但到陳列室穩定了 遇到疫情的期間 門市令我的想法有變 即是覺得 門市是否我們 真是有需要做的事情 其實現在網上的世界 真是成行 我覺得就算開門市 我也是覺得是一間體驗店 體驗是一個很多人的位置 一間很小的店 裏面是沒有貨擺在 我意思是只是顯示 讓你試個感覺 但是客人是不需要在那裡買走些東西的 你只要在那裡拿著一個獎上電腦 或者電話落單 然後你試完 立即將貨物會送過去 員工方面 你可以不用太多 然後 存貨的位置也不需要太多 這是我後期想到的一件事 其實很有趣的 這個疫史增長 又是天時地理人和 我經常都要特別很鄭重 要說一句 生意沒有說在賺 你厲害 但是都要天時地理家人和 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是很抗拒他做直播 其實當時 這麼巧 我突然間疫史暴增 生意額 是因為靠直播 為什麼會突然間做直播 是因為有一次有一個男網紅 他很好邀請了幾次 我都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 通常是晚上的 直播 晚上做直播 通常是我最放鬆的時候 我工作了一整天 晚上我喜歡和朋友吃飯 喝兩杯很開心 晚上九點才開直播 不是吧 這是我最開心的時間 我很抗拒 但是後來去成意拳拳 我去吧 誰知道那次直播 做了半小時 生意額超過一百萬 只是香港市場 原來直播可以這麼誇張 我當時只是賣幾件貨 我賣幾件產品 給SKU 過百萬半小時 我就開始想 咦 真的有在做 那段時間 就開始走不同的直播主 多了很多人認識我的品牌 就是這樣就開始了生涯 在疫情的時候 網上是很飆升的 巧巧 美容院有一段時間很慘 開不了 因為要封 那些客人又需要去做美容的功夫的時候 怎麼辦呢 就唯有在家裡做 我們這些就是真是DIY可以在家裡做到 而做得來簡單又有效果 就是那段時間很厲害 其實我個人很有趣的 我很多東西都是靠直覺的 還有我個人很急的 我現在就和我弟弟一起 我弟弟就幫我主管裡面的東西 就是掃掃各方面 我很多時候就知道自己急這個問題 都會引申很多後患 但我做事很快 我弟弟就會比較穩陣派 他會深思熟慮一些 所以有時候我有些決策 我都會問他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但會有磨擦 因為我覺得 你什麼都不試 不試必有新突破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配合不錯 他又拔一拔我 不要走那麼快 要看清楚一些東西 如果不是他拔我 可能我又會去開了一間門市 其實開了一間門市 我覺得我會很大壓力 在現在這個狀況下 因為的確是經濟環境 可能大家都感受到 未必是太沒有疫情前那麼理想 但你見不到將來什麼 又不是的 只不過是現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是要看定些 或者是未必一定要開門市 變成人手那方面 我們之前試過work from home 又不是不行的 原來都可行的 究竟陳列室是否需要那麼大 又或者門市是否一個必要 我們都很多不停地變化 有時跟公司的同事 他們都可能未必會明白 為甚麼 為甚麼Sharon她今天又這樣 明天又這樣 是的 我很跳的 但為甚麼要這樣跳 真的每天的狀況都會變 今天這樣說 明天會否消費會 查了這款產品有東西 立即看公司的東西 有時急的 沒有辦法 但我是比較跳脫的 但公司的同事都很遷就到我 女性是會比情緒影響得多些 這個也是有趣的 我聽到一些人說 日本的師傅 做壽司的師傅 你不見到有女士的 為甚麼 因為她騙那個壽司飯 手心的溫度會影響到 因為女士每個月的狀況 令手心的溫度不同 所以騙那個壽司飯的溫度會不同 所以不會有女士做壽司師傅 我覺得挺有趣的 其實我也覺得是的 女士的情緒波幅會大些 會可能耳朵軟些 但也不能排除女性 是沒有男士的決策力 但女士的優點是有的 她們真的會細心很多 心思熟慮很多 在某些大的決策上 可能她會找到一些重點 是男士可能錯過了的 我覺得自己的優勢是 我像一個男人 其實做事在上來 我是像一個男人 是我的決策力 有時我始終是一個女人的決策力 但我覺得我弟弟幫到我一些 又可以拖慢我一點 令到我不要太急 之餘她又有男士的思維 我覺得這是互相補給 我很支持女士去創業 特別是已經有了家庭 或者有小朋友 有時跟她們聊天 她們會覺得 我都已經有了家庭 又要照顧小朋友 各樣各樣 好像沒有了自己人生 我覺得不是的 只要你在照顧小朋友 其實現在很多家庭 在家裡照顧小朋友的女士 都自己做很多網上的事 而且她們也有她們自己的聯繫 有她們的聯繫 例如她們的媽媽群 媽媽群我真的不強 不知為何 所以每一個人的範疇 都有她們聰明的地方 媽媽都可以做到她們 擁有自己的事業 做到她們自己聰明的事 在職女士 在職場上已經很聰明 做得很高職位 其實她們有些 都有家人的類型 有家人 有家人 我覺得她們都可以繼續 在這個範疇裡面發光發亮 所以我又看著她們做事 我看到她們可以做 我又在跟自己說 你們都可以這麼厲害 有家人 又要有事業 我看到她們 我又會再勤力一點 我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又不用顧太多 我沒有家庭 我沒有不需要照顧小朋友 有時自己做得辛苦的時候 會跟自己說 別人這麼辛苦都做到 為什麼我自己做不到呢 我就會覺得 我很幸福了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都不是很平衡 我自己都很工作 我想八成工作 跟著那兩成是跟朋友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 我的嗜好就是跟我的貓 我最享受的時刻 最享受就是我在床上 我如果沒有應酬 我十點鐘在床上 還沒睡覺 跟我的貓在床上 就像照顧小朋友一樣 跟她一個親子時間 我的貓是男生 這個時間我很治癒 我看著她的樣子 就好像開放了 等於別人的小朋友 看見兒子 就好像什麼都忘記了 我就是很享受那個時刻 然後我看一些電影 這些電影有時是不需要用腦 會看一些 會有時看一些生意上面 好像最近看《飛雲騰達》 N字頭的電視台播放的 這些又可以啟發到一些 一些生意上的思維 又學一下 但如果當我覺得 看得太進取了 我覺得累了 我又看一些不用用腦的 看一些愛情小品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 我很享受的時刻 感覺上 好像你在生活很多不同地方 都可以支取到那個能量 其實電視節目 或者是一些真人show 都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 不要只看那個 你不要理人家真還是假 裡面的故事的橋段 其實我覺得戲如人生 人生如戲 裡面有這個橋段 其實就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而且你不只看電影 你可以欣賞拍攝手法 其實很多很多東西可以看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演藝事業 不過我都一直在說 大家都會覺得 我好像不想拍攝 其實不是的 我一直都是 如果你們找我 或者是拍戲 拍劇 有機會我都會去嘗試 只不過那些人會覺得 你那個期很難度 你都不想拍攝 其實不是的 我也有去做一些商演 剪載商演 也會有 如果有MC 各樣東西 覺得那個場合適合的 我也會去做 比如說劇 各方面 角色上面 分配到時間 我都很想見前輩 或者大家同期的同事 我覺得很開心 是另一種 令我很治愈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 雙線發展對我來說 是最理想的 因為雙負雙城 我的娛樂發展事業 是幫到我的美容事業 美容的事業 也都幫助到我的娛樂事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和很多圈中人 都會有交流 他們都會用膚品 我可以把品牌帶給他們 他們又很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 兩邊我都需要平衡 兩邊我都需要有